政府十分關注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在過去十年 被情報吸食毒品的21歲以下青少年的數字 是整體由所下降 由2014年的829人 減至2023年的659人 而同期 因為干犯毒品罪行 而被拘捕的青少年數字 也由632人減至323人 雖然情況穩定 但是政府留意到 近年青少年吸毒的潛在隱憂 包括在網上買賣毒品的世界趨勢 我在此想強調 互聯網世界並不是無法可依 針對網上買賣毒品的問題 執法部門已經加強了在互聯網的巡邏 以及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 有關的發言 行為 影片 或者社交媒體內容 都有可能成為犯罪的證據 音樂 雖然是在互聯網上使用 雖然是在互聯網上使用